拿著大張的海報 環保團體連續幾個星期 都來到立法院大門口陳情 因為立法院將在週三 二十七號審查留育治理條例 總計六年六百億的預算 環保團體批評 直接由各地農田水利會執行預算 明顯是為明年選舉綁裝 明年再來 又有二零一六的總統大選 這個地方綁裝 動到自水預算的話 這個是太要求 環保團體要求政府 先提出八年八百億 治水預算執行檢討報告 再來決定是不是要再花六百億來治水 而在公廳會中 水利署強調治水有成效 未來治理計畫要先報河川局 地方政府再送到中央審查 不會亂花錢 要透過我們河川局的審查 然後還要送到我們這個計畫的審查工作小組 然後再去做現地的勘察 那這些都有專家寫著來參與 最後才送到各部會 包括環保署也會參加的 推動小組來審查 最後才定案 水利署指出八年八百億計畫執行後 原本淹水的區域不再淹水 為治理區卻還要受到淹水之苦 因此繼續執行流域治理計畫 確實有必要 地方政府除了必須監督 預算分配將從三成調高到四成 讓治水的效率更加提高 記者綜合報導 一百的確是 amo 從三成調高到四成安